這個好東西來的 又是第二次的 就是拆鍊的了 這個 它那條針這麼幼 做Rollby都可以 因為Mountainby是比較粗的 Rollby是比較幼的 那條芯 所以它這個這麼幼 但是它夠強 質地夠漂亮 OK 示範一下 試試吧 怎樣做單車鏈呢 卡下去 一邊收 這樣就逼了中間的芯出來 那你就脫一格 但是呢 為什麼它這麼闊呢 你是可以 那條芯 逼完之後呢 反方向之後呢 很長的嘛 那你其實可以在這裡 再把芯迫進去 所以它會遇到這麼多空位 給你 但是一定要在這一格做 我上網看看它為什麼 上高做一格 那麼闊的 可能它 做再闊一點的單車鏈也可以 一定不會放這格 因為放這格 千萬不要放這格做 因為放這格 那個 力度太強 這裡怎麼這麼厚 這樣才逼那條鍊 它不會 逼爆這塊東西 這個呢 它上高應該是用來做其他 迫 那條芯迫進去那時候用的 這個 馬上示範一下 遲早這個都要修理的 吃到這麼糟糕 打走這一格 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它太緊了 可以噴少WD40 看到底下的芯迫進去嗎 還有這條心理量上是有得更悶的 撐得不夠多, 撐得多應該就走出來 就是這樣, 說了那麼多 不就是會覺得悶的 好了, 為了慶祝一千個訂閱, 說一點點視頻 多謝大家的捧場 很快會再出車 最近忙了一點 但很快就會回挪威 希望大家繼續看我的影片 多謝朋友們送這麼漂亮的東西給我 要來做起碼 哎呀, 這麼大 我剛才撥一聲 PART 2 很多PART 2的工具 還有那些是文物來的 GO 完成, 拜拜 給個LIKE